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俊俊来了 由任佳伦 李兰迪主演的古装剧 流水迢迢日前迎来大结局 剧中多对CP最后只成了一对 也让不少网友大喊太虐了 而流水迢迢除了主演外 也隐藏不少古装女神 像是演过《古香思曲》的张亚青 《甄嬛传》也安玲蓉的陶欣然 几位女配穿起古装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以下是网评流水迢迢古装女神Top8 女主李兰迪指牌第三 一起来看看吧 网评流水迢迢古装女神Top8 温争荣饰演荣誉蝶 温争荣是古装剧里的熟面孔了 1978年出生的她 今年已经46岁了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2005年温争荣凭借主演的电视剧《错爱一生》 以及姐妹片《错爱2》 获得了2009年度江苏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 温争荣过去也在千山木雪玉楼春 号手就位 启航 当风启时 八角亭迷雾雾 女士的品格等电视剧中亮相 近年更是出现在一些热门剧里 像是云之玉里的雾姬夫人 吴明 杨幂 龚俊狐妖小红娘月红片里的大反派 时机及长乐曲等 角色以反派居多 还被大家称为反派专业户 而这次饰演的裴演的母亲荣誉蝶 古装造型很有韵味 自带雍容华贵的气质 很能称得起贵妃角色 算是一位人美戏好的老戏鼓了 网评流水迢迢 古装女神Top7 陶欣然饰演乔艳 流水迢迢阵容刚官宣时 大家最期待的反而不是任嘉伦 李兰迪 而是饰演乔艳的陶欣然 1985年出生的她 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 过去曾凭《甄嬛传》里的 《安玲蓉》一角爆火 但可惜之后为了照顾妈妈短暂退出演艺圈 直到近期才复出拍戏 所以让粉丝们都相当兴奋 而陶欣然在流水迢迢 演的是江慈的师傅乔艳 与《安玲蓉》的风格完全不同 武功高强 英姿飒爽 像是女中豪杰 即使没刻意打扮 依旧气场十足 耐看的颜值也很撑得起角色 网评流水迢迢 《古装女神》Top6 李若宁饰演素颜 《流水迢迢》里真的有不少熟面孔 除了《甄嬛传》《男玲蓉》外 还有一位演习攻略的陆婉婉 李若宁是1990年的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过去还出现在赵丽颖 冯绍峰主演的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在剧中饰演的是卫行手 还有杨阳 迪丽热巴主演的 《你是我的荣耀》里的李若 王楷 谭松韵 《向风而行》里的罗毅都是她 李若宁此次在《流水迢迢》中 饰演的是花魁素颜 曾被烟饰姐妹所救 她的造型很灵动 一态也好 不少人觉得她的古装气质 与李兰迪蛮像的 虽然不是走美艳路线 但就是温文儒雅 颜值很耐看 网评《流水迢迢》 《古装女神》Top5 曹斐然饰演董娟 大家对曹斐然的名字 可能比较没印象 但她近年在不少热门剧里 都有抢眼的亮相呢 曹斐然是1995年的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去年她在肖战主演的 《梦中的那片海》 饰演初恋女友贺鸿玲一角 在肖春生遭遇接连打击时 无情提分手 当初这片段可是在网上被骂爆 虽然是剧中角色被骂 但也让她获得不小知名度 随后又在赵露丝 王安宇主演的仙侠剧 《神隐》里饰演女二孔雀族公主 华叔 人设并不讨喜 但古装造型是真的美艳 并不输女主赵露丝 所以让观众又爱又恨 而曹斐然这次也特别出演了 流水迢迢 饰演的是董娟 原本是崔亮的初恋情人 不过最后为了家族利益 选择嫁给裴眼 成为王妃 网评流水迢迢古装女神Tops 曾宥珍饰演李阿妍 李阿妍在剧中可以说是重要人物 也是把江慈从陪演推向未招的关键 李阿妍由曾宥珍饰演 她算是新生代演员 2001年的 出道时间并不算久 但已经能演到戏份不少的女配了 像是张雨昕 刘学义主演的 《夜色暗永时》里的《夏梦》 赵金脉 郭俊辰主演的《少年派2》里的丁佳妮 还有去年在张若云主演的 《明龙少年》里的《边小小》都是她 虽然这次在流水迢迢 她的古装造型并不华丽 但可以看得出 她的颜值其实是适合古装的 今年在另一部《度华年》 她也有参演 角色是李荣身边的宫女静兰 造型相当上向 演技灵动可爱 很适合演一些活泼少女角色 接下来她还将出现在于舒心 林依主演的《线偶巨序》 《国王在冬眠中》 网评流水迢迢 《古装女神》TOP3 李兰迪饰演江慈 李兰迪是演技备受认可的 《九五后小花》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还是小童星呢 小时候演过刘德华 林志玲 《复春山居图中的小桂花》 可谓是从小美到大 2017年更是凭借和张星成主演的 你好 就时光火爆出圈 一举成名 只不过她一直被观众认为 不适合古装造型 之前和王安宇主演的《梦回大清》 还一度因身材问题被网友吐槽 去年和陈兴旭主演的仙侠剧 《星洛宁成堂》口碑也不算高 许多网友表示 她的长相还是太志气了 所以很难称得起古装角色 倒是在不少现代剧里 让大家更能get到 和王阳合作的现代剧一路招扬 和林依主演的《谢谢你温暖我》 都收获了好口碑 不过这次出演《流水条条》后 却多了不少好评 李兰迪为了演古装剧瘦了不少 在《流水条条》更上香料 大气又端庄 美度也不输其他女配 演技更是没话说 一直都发挥很稳定 稳定的优秀 接下来李兰迪 还有合作敖瑞鹏的古装剧《招雪露》 以及搭档谈剑次主演的 由童华原著小说改编的 《线偶剧绿镜代播》 未来发展备受看好 网评《流水条条》古装女神TOP2 张亚青饰演玉莲 张亚青是《九五后》录剧小花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演过不少古装剧 像是扶摇里的亚兰朱 千古绝尘里的凤染 古装扮相很耐看 还默默推出了不少口碑好剧 像是和张耀领衔主演的浪漫武侠剧 《少年游之一寸相思》 豆瓣评分达到了7.9 去年也凭黑马古装剧《古香思曲小火》 这部剧开播前被嘲讽是三无产品 开播后赢得了一波好评 至今豆瓣评分仍然高达8.6分 她也因原生漂亮脸和扎实的舞蹈功底 她一度被称作天选古装人 新一代打女 这次在流水迢迢饰演女二玉莲 是魏昭身边的暗卫 刚开始以舞技身份登场 被魏昭安排去接近藤锐 张雅清不止剧中人设讨喜 雨瑶池的CP火花也比任嘉伦 李兰迪还强 受到观众喜爱 接下来张雅清还将出现在张彬彬 孙珍妮主演的带播剧《千朵桃花仪式开礼》 是演女二 杨子 李献刚杀青不久的《国色芳华》里也有她 也是演女二 网评《流水迢迢古装女神TOP1》 关心饰演萧玉佳 大家可能不知道关心是谁 但对她的长相一定有印象 她演过《薇薇一笑很清诚》里的萧玉摇摇 虽然演的是薇薇的情敌 但在剧中也是美女一个 关心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还因为长相漂亮 曾经被选为中戏校花呢 这次她在《流水迢迢》演的是魏昭的子子萧玉佳 戏份并不算多 但一出场就让观众们惊艳 古装扮相绝美 并不输时装 只可惜她虽然出到一段时间了 但角色都是一小配角居多 像是刘诗诗 陈伟霆《醉玲珑》里 女主凤卿尘的妹妹凤鸾飞 杨幂 阮惊天主演的扶妖里 饰演师妹太妍 张震 妮妮陈西元里的山陵族宝青公主等等 而且有趣的是 关心今年才29岁 但却给35岁的人嘉伦当子子 两人竟然毫不违和 是颜值很高的姐弟组合 好了 看完以上网评流水条条 古装女神TOP8 女主李兰迪指牌第三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对此 geschrieben 隔音